你这么远啊 这是 远哥 你好也没叶了 头子场了 我给你踢的呀 哎呀这 回来了吧 还要从西面出来了吗 这是 你天哪 他这 再对我微笑啊 对啊 团长 请兴参节 正式申请加入科研小组 请接纳我们 请接纳 接纳 你看我干吗 你是班长 好吧 那我就先勉强接纳 欢迎你们加入 我说你们说这样的话 互能三个小孩呢 什么味道啊 我又闻到了 在这儿呢 什么意思朋友啊 比划比划啊 好了好了 既然你们能想明白 能回来 那么科研小组 就欢迎你们的加入 来 来 还有我们来 还有我们来 来 还有我们来 一 三 二 还有我们来 加油 阿姨 何美来了 嗯 这是送给你的 哎呀 谢谢 谢谢 真好看 张妈 那插起来 好 嗯嗯 来 您坐 坐坐坐 我今天就是替子晨 来看看你 你最近还好吗 何美啊 真是又懂事又贴心 谢谢啊 听说顾伯伯出差了 她回来了吗 明天回来吧 你呢 你怎么样了 在学校习惯吗 跟紫辰怎么样了 我跟紫辰挺好的呀 紫辰怕我在群雲孤单 有空的时候 就会来陪我 她早晚都会想明白的 只有你们俩 才是最合适的 何美啊 抓紧时间 跟她培养感情 我当然也想创造 跟她当作相处的空间了 可是那个苏年年 苏年年她对我 对紫辰一直都不死心 她还利用科技比赛的事情 直走紫辰 经常对我恶语相向的 之前我们是朋友嘛 我也一直都不好说什么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个苏年年 还挺有心机的 阿姨你知道吗 她是一班支掌 所有男生都特别拥戴她 我就是有委屈 没有地方进来 赫梅 你受委屈了啊 不过阿姨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他们俩都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阿姨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苏年年 一直都在试图挽回紫辰 紫辰又是那么重情重义的人 我真的很害怕 有一天紫辰 又动摇了 不会的 他们不会在一起 为什么呀 阿姨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 因为他们是兄妹 兄妹 这 这怎么可能呢阿姨 阿姨 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 确凿的证据 可是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紫辰说了 紫辰已经跟她分手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一定会去找她爸 问个水落石出的 还有 她爸这次出差了那么长时间 肯定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 阿姨 这件事情你能确定吗 顾伯伯 怎么会是苏年年的父亲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 不过 贺美 阿姨跟你说这件事情 是为了让你放心 跟紫辰交往 但是 你一定要听阿姨保密啊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说出去 对大家都不好 再说了 我更不想让苏年年知道 找机会啊 再进我们顾家的门 阿姨 难道这件事情你就这么忍啊 我觉得当下 我跟紫辰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一定不能让苏年年进这个家门 阿姨 你想想啊 苏年年一旦知道这件事情 顾家这么大的家业 就要赴南苏年年一般 那 你跟顾伯伯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就要由她一个私生女坐享其成 您觉得这样合理吗 和美啊 还好你提醒阿姨了 阿姨没把你当外人 这件事情啊 你一定要帮我 苏年年的事情 阿姨帮你 阿姨 你放心吧 苏年年 阿姨 你好 您是找顾紫辰吗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不会同意你 跟我们家紫辰交往的 你们就只是同学 死了这条心吧 千万不要学你妈妈的药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阿姨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这跟我母亲有什么关系吗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请你记住我的话 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 就回家问你爸爸吧 阿姨 如果您不把话说清楚 我是不会放弃顾紫辰的 好 你不要放弃我的儿子 不要放弃你的亲哥哥 好了 阿姨 别生气了 你亲爱自己多不值得 我们走吧 别气了 别气了 好 怎么了 坐啊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家跟顾佳 还有美莲阿姨 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美莲阿姨 当然有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了 只是我一直好心 不想伤害你爸 没想到啊 你还来跟我抢紫辰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回家去问问你爸爸 你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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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父母跟顾伯伯是大学同学 你的妈妈跟顾伯伯当年可是学校里让人很羡慕的一对情侣 可是顾伯伯伯啊 可是顾伯伯啊 由于家族原因 选择跟美莲阿姨结婚 这件事情啊 当年在群英 可是吵得很火热的 你不信的话 回家去问问你爸爸 我当然不可能相信你 我跟顾伯伯不可能是兄弟 还有 既然他们结婚了 就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顾伯伯比我大 就完全说不通了 这正是美莲阿姨为什么生气的地方 人家两个人都结婚了 你妈还在背地里见顾伯伯 这分明就是一个小三嘛 何美 我说过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你都没有资格评论我的家务事 是真是假 想必只有你爸心里清楚 不过你可以回家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 当年遗留下来的证据 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苏念念 其实我还是很关心你的 这样以来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就更进一步了 苏念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对啊 苏念人呢 没看到 还今天 几点了 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是吧 好了 同学们 坐好 上课了 老师 可是明天今天没来上课 班长请假了 请假 他怎么了 不是之前好好的吗 他请了多久个假 年纪刚才来电话 说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请两天假 对了 同学们啊 老师最近啊 状态也不是很好 你们一定都多听一些话 让班长跟老师都省点心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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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先去安排一下工作 半个小时以后 你得通知所有人员 去会议室开会 好的 同事 喂 美琳啊 喂 美琳啊 我刚到公司 呃 还有点事情 估计要晚一点才能回家 这样 你给子晨打一个电话 让他回来我们一起吃晚饭 喂 美琳 听姜牧老师说你生病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你放心吧 这两天 学校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点了吗 你去不去医院啊 你都已经请假两天了 还说没事 年年 你能别什么事都逞强吗 你要是真是想找一个人 陪你说说话 就告诉我 我随时待命 我真的没事 谢谢你啊 我先挂了 我不会同意你 跟我们家子晨交往的 你们就只是同学 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放弃顾子晨的 你不要放弃我的儿子 你不要放弃你的亲哥哥 亲哥哥 跟我一起去 你不要放弃我的儿子